相声演员随着年龄的增长 舞台经验的增加 都有渐渐把表演变成聊天的趋势 十几年前 郭德纲老师的作品都是成系列的 比如我字系列 你字系列等等 创作出了我要幸福 你得娶我 西征梦 托弃县子等等经典相声 当时的那些作品几句话一个包袱 结构清晰 主题明确 也正是这些作品奠定了郭德纲如今的地位和人气 近几年郭德纲于谦的相声看起来越来越随意 有的时候虽然报幕员说了相声名字 但是观众依旧听不出来到底是那一段 有的时候 报幕员甚至只报相声而没有名字 郭德纲和于谦在台上的语速和状态也越来越松弛 就像是和观众闲聊一样就完成了节目 于是有不少人以此对比来说郭德纲老师是水平退步了 或者是不思进取了 实则不然 这恰恰说明郭老师的功力 近日德纲社郑豪老师也在短视频中给大家讲述了一段经历 说明了聊天室的相声不仅仅是功力 更是行业经验 在视频中 郑豪老师讲述了一位老搭档 跟他诉苦一段经历 并称聊天室的使活方式把他给救了 郑豪老师原来有一位搭档 名叫齐贺涛 后来他回老家包头了 也就是说从德云社正常离职了 去了其他相声剧场工作 虽然是回家 但是却离开了德云社这个大家庭 刚开始齐贺涛非常的不适应 因为在德云社 大家都是师兄弟 互相之间有包容 也有默契 谁也不好意思捋谁的叶子 因为是其乐融融的一家人 所以老先生也很乐意为后辈开场 或者带着晚辈一起进步 但走出德云社 去了其他小园子可不是这样 同事之间都是竞争关系 你拿着底的钱 你就必须有本事 没人担待你 甚至不跟你讲道理 讲义气 齐贺涛就曾经和郑豪诉苦 我头一天在底活里面使的包袱 转天开场演员就敢给我用了 用了之后人家也不惭愧 并且还不走 看你今天底使什么 明天接着用 齐老师我今天演出的作品 这个好包袱 第二天开场的演员就给我演了 他就给我使了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说他 你怎么说他 他演完了 演完人家还不走 人家看你接着演什么 然后第二天人接你演什么 他头一专门就把你演的给你用了 而且齐贺涛也不能说什么 毕竟是一个单位的人 传统相声虽然都经过自己的改良 但毕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会 人家就说没跟你学 你也没办法 后来齐贺涛想出来一个办法 学正好老师的表演风格 润物戏无声 以聊天的形式入伙 甚至整个段子就像聊天一样 别人肯定捋不走 因为聊天的内容和风格 毕竟最适合自己的口风和气质 而且聊天里面有意思 有包袱 可是包袱非常的碎 没人整活 别人很难借借 正好老师也说了 相声演员想尝酒 就得有别人捋不走的能耐 那么什么是捋不走的呢 一个就是柳活 会唱就是会唱 不会唱就是不会唱 这个完全没办法 第二个就是罐 会不会被罐口除了检查基本功 师程 其实也是一种态度 罐口并不简单 每位艺术家都有自己的气口 内行也明白一些固定的气口 不过气口不对 有情可原 师傅可以调整 但是不会被罐口的 就是不想吃苦的演员 一些从未展示过 罐口基本功的相声大师 其含金量必定存疑 最后一个吕不走的能耐 就是会用聊天的方式 说相声 他看似信手拈来 其实都是几十年的经验 和临场发挥 看着简单 没有功夫的人绝对学不会 就像郭德纲和于谦 随时都能即兴表演 根本不用对词 一个眼神几句话 彼此就知道 怎么翻包袱 用什么当底 所以 有时候在万行人眼里的退步 可能就是内行人眼中的功夫 当然了 到底喜欢哪种风格 就见仁见智 是每个观众的自由了 有的人就喜欢听死缸死口 有的人就喜欢听线挂 这就如同 有的演员说相声 喜欢和观众互动 还有的大师 就坚持要保护艺术 这不 上个月 相声表演艺术家李金斗先生 就非常诚恳地劝诫听众 希望大家以后在听我们的相声时 不要搭茬 因为那样不能保证艺术的完整性 谢谢大家配合 这么大艺术家还能这样身鞠躬 身体倍儿棒 人又谦虚 不愧是老艺术家了 而反观德云社的开场 更多的是互动和聊天的方式进行使活 多半是拿后台师兄弟或所见趣事杂卦使活 同时又能跟台下的观众进行互动 这种聊天式的使活方式 也是其他同行业没办法捋走的 这也是德云社的相声 为什么能走到今天的原因吧 说实话 相声段子就那么多段 但德云社粉丝 为什么还要反复的去小剧场去看 因为每次的电火都不一样 用聊天的方式入伙 跟粉丝的互动 这也体现了德云社演员们的 控场和临场应变的能力 就像秦潇贤说的那样 他们是看演员出错的 用有限的声音 带给粉丝们无限的快乐 这也许就是德云社真正的魅力所在